物價漲薪水不少 讓月底吃土的新貧族越來越多 最新調查顯示39歲以下勞工 將近四成的人財務赤字 而且是連續六年惡化 當中還有73%的人是負債一族 被學貸卡債壓得喘不過氣 在新創公司擔任資深工程師 講到投資理財 黃凱是同事眼中的鋪漏級 我一部分錢會投資 那一部分錢會定存 那我投資的錢會盡量都是 拿去做各種運用 比如說我配完洗的錢 會繼續再放進去繼續投資 讓錢能繼續錢滾錢 減少日常開銷 薪水不是存下來就是買股票 在中立買房的房貸 也已經靠自己的能力找清 現在目光投向海外置產 因為之前錢不夠多 那錢不夠多其實錢會比較慢 通常你的存款過了100萬之後 你的存錢的速度會變快 大概5年吧 5年之後就 就過100就越來越快了 同樣是上班族 潘小姐不是每天追著錢 就是被錢追著跑 存到錢滿難的 滿難的 對 因為本身就是有一個房貸 對 然後 然後房貸加一些其他的 就是基本生活支出 其實就是剛好打拼 潘小姐是屏東人 原本工作租房都在高雄 婚後回屏東買房就業 每個月的薪水一毛不慎 全拿來還房貸 她和先生還有兩個小孩要養 畢竟就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 想要給孩子更好的生活品質 那也是希望說他們可以在 好一點的環境中成長 所以就毅然決然就是買了一棟 屬於自己的房子 剛剛看到兩種不同的個案 您是屬於哪一種 如果是前者那麼很恭喜 如果是後者或許您並不孤單 根據求職網調查 39歲以下勞工收入減掉支出後 39.2%出現財務赤字 比率高於過去的38.1% 前年的36.3% 已經是連續六年惡化 過去這三年有所謂的通膨壓力 那通膨侵蝕掉這個薪資 那如果這個青年勞工又是 離鄉背井工作 又有這個要負擔 外食跟房租 那在整個這個物價上漲 以及升息的趨勢情況下 可能外食開銷跟房租的開銷 也會增加的情況下 如果過去這個求學期間 又背負所謂的學貸 現在又要償還的話 可能這樣的一個財務狀況 會持續的一個這個比較困窘 個人總存款平均13.6萬 其中有23.2%的人表示 自己沒有存款 零存足比例破紀錄 學上加雙的事 有七成三青年勞工透露 目前處於負債狀態 輕品族的增加跟整體低薪環境 有關聯 調查顯示 比起剛進職場的第一份工作 薪水的變化有55%是增加的 31%是持平 甚至有13%是減少的 如果有增加是增加多少呢 答案是9626元 若以出社會8年的時間計算 等於每年平均緩步成長 1200元 越忙越窮 然後他領的薪資 不足以指引他每月的生活所需的時候 他就變成月光族 很多的大學畢業生 一進到工作職場之後 事實上他已經是負債了 然後台灣偏偏又是低薪的國家 他領的薪資 他沒辦法存款 他每個月像在台北來講的話 你一個月如果領基本工資 事實上他是存不了錢 消費者物價指數通貨膨脹上來的時候 那他薪資又沒有調整 他就變成變相減薪 若低薪種境持續存在 蟲蟲世代面對通膨 高房價還伺 整體社會勢必往不利的方向發展 清平化會不會衍生成為老平化 也就是說如果你一旦 目前整個生活呈現一個比較嚴重 財務赤字 而且純寬累積速度很慢的情況下 也不太容易在60歲以前 存到你目標的這個退休金 那變成說可能60歲以後要這個退休 也不容易 甚至可能要被迫這個重返職場來工作 青年勞工比較擔心的狀況 就是自己呈現一個一高 二低三步的一個窘境 也就是說這個雖然是高學歷 但是如果面對這種學非所用的情況之下 可能薪資的一個滿意度也是比較低的 那職場成就感也是低的 最後又導致買不起房子 那不昏不生的念頭是比較嚴重的 貧窮不只限制你的想像 還限制了你的一切 月底吃土足 何時才能翻身 TVBS新聞陳佑翔往後與台北採訪報導 當然台灣即將在明年邁入超高齡化社會 您想要擁有一個怎麼樣的老年生活呢 調查顯示有超過三成的民眾 沒有做好第二人生的財務規劃 針對長壽疾病跟長兆等三大高齡風險 最好要及早規劃保單 我在很多就是投資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理財的部分 我不是很清楚我未來要怎麼樣處理 這些是所謂的風險性資產 那隨著年紀增加 我們需要把風險性資產 慢慢的去變成沒有風險性資產 仔細詢問投保的內容 工作二十年的方先生 過去只有投保基本醫療險和意外險等等 隨著工作經歷拉長年紀增長 有了家庭也開始要為未來做打算 初期的部分的話 我是希望說至少你在退休後的生活是夠用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以後想要一些娛樂的部分的話 我是希望說能 當然能多增加一些娛樂的支出 那當然是最好的 因為老實說我上面有父母 然後也有小朋友 然後所以原則上的話 是希望說能 能兩方都兼顧的狀況下 能運用我的一些資金 然後做配資 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未來65歲以上的人口會超過20% 等於每5人之間就有一人是超過65歲以上 所以在退休之後像是長照以及疾病都非常的重要 要準備多少錢才能夠安心老都得提早做規劃 人越活越長寿 台灣人的平均餘命79點84歲 其中男性是76點63歲 女性則是83點28歲 在退休後不僅存夠生活所需的開銷 還得做好意外生病照護的備用金 尤其對長寿準備更是不能馬虎 避免老老照顧的風險 如果可以的話 意外險的部分可以把它改成終身的 因為大部分的定期意外險都是到70歲到80歲 這之後就沒了 所以如果改成終身的話 長輩在80歲之後假設發生跌倒這件事情 很容易會比年輕人還要嚴重 那改成終身的就可以規避掉這件事情 根據受險業者調查數據 2023年超高齡社會跨世代需求痛點 發現年輕世代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信心分數最低 有37%民眾認為得準備1000萬以上才能安心老 有14%的民眾認為得存2000萬才夠 甚至有7%的民眾覺得2000萬也不夠 但調查中也發現有33%的民眾沒有做規劃 更有超過一半的年輕世代也還沒有做財務準備 大部分的民眾其實整體的平均只給了6.3分 所以勉強及格這樣子 一個部分是針對健康的部分很擔心 另外一個部分就擔心長受風險 活太久了之後可能會有一些經濟跟財務的壓力 這兩個是消費者最擔心的 健康一般的民眾不管哪一個世代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三個疾病 第一個就是癌症 然後還有失智的風險跟心血管疾病 這三個不管是哪一個世代 都是前三名擔心的這個健康的風險 對於超高齡社會要安心老的必要準備 不外乎是長受 疾病 長照 除了普遍的長照險 醫療險等等 專家建議願年輕族群投保規劃的內容也會更完善 一般的民眾在規劃這個保單的保障的時候 針對重大疾病 然後長照 還有退休理財的部分 都是一個滿需要就是及早規劃的 那當然規劃的時間一定是越早越好 因為如果今天是年輕的族群開始比較早準備 他負擔的金額比較小 他的槓桿就會比較大 其實你如果從20歲到30歲這個區間就開始準備退休金 你可能不一定要到65歲才能退休 像20歲到35歲這樣子的族群的話 其實他們現在是他們人生剛開始打拼這個階段 所以累積本金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時候醫療險可以選擇 定期的醫療險做規劃 因為在這個階段 其實大部分他們的預算是有限的 一個月可能三千到五千元的預算 那其實三千到五千元這個預算 再做一個定期的醫療險 就可以把他們的規劃做得很完善 退休金議題已經是社會險學 超高齡社會來臨 從年輕到中年 及早做好準備才能有本錢可以安心 TVB新聞 中東龍 劉宜君 台北採訪不到 那如果以台北捷運劃分消費力道 統計發現中山 南京復興 市政府 這三站周邊消費力最強 月均消費逼近十萬 至於南港站呢 則是靠著商辦 產業聚落 跟建桑 造正 人潮迅速攀升 喜歡日本商品的民眾 一定不會錯過這家連鎖店 去年進駐南港後引起話題 我們備有各類多樣化 日本植树的商品 因為針對這裡的消費模式 有通勤族又有小資家庭 引進了嚴選壽司還有日系美妝區 一開幕就引來話題 全台第三家店會挑上南港 就是看準人潮在近幾年的成長幅度 從2019年到2023年 台北捷運人潮成長規模最多的 第一名就是南港展覽館 第二名是南港站 第三則是紅樹林捷運站 而在南港這兩站 之所以會有這麼多人 就是因為這裡是台北東區門戶發展計畫 相當重要的地點之一 而且這裡交通很方便 再加上園區的優勢以及周邊商圈 都是有助於人流規模的增長 光是這幾年的成長幅度來到11.1% 新規劃過的街區吸引了大型商辦設施 還有企業進駐 未來四年台北市新增辦公室供給面積 來到76.6萬坪 其中有一半集中在南港區 上班族集中來這裡 當然附近的建案銷售熱度 比起其他地區都還要夯 而南港站則是捷運共購的設計 一出站就是百貨賣場 一旁還有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有活動人潮就會聚集 連帶的就是商機浮現 的確就是各個站點的人潮狀況 跟各個地區的發展 是非常直接相關性的 包括像是整個都市計畫中 各種大型的地區性的建設 或者說新的大型住宅區 或者說商業的商辦的一個開發 都直接性的關聯到這個 商村發展的一個成長性 政府的都市規劃跟建設 直接影響人潮流動 不過進出站人數 除了各大交通樞紐 匯集的台北車站外 西門站還有市府捷運站 依舊是霸占著二三名 儘管受到了疫情影響這幾年 兩站曾經互換過名次 但兩邊的商圈各有各的吸引力 西門站吃的美食 是外國觀光客 跟著其他人郵寄必去的景點 市府站則是因為有各大百貨林力 再加上周邊的商辦 想去知名連鎖餐廳 就會擠進這一站 特別是針對觀光型的車站 其實影響的層面會特別的嚴重 所以在109年到111年 這個疫情期間 其實他們的名次稍微有互換 市政府站排到第二 西門排到第三 我們看一下最近的 112年之後的疫情 恢復的一個情況之後 其實他們的運量都有成長 以今年1到3月的數據來說的話 西門站大概已經恢復到 疫情前的9成1左右的 一個運量狀況 那已經重新回到第二名了 但捷運元潮增長的趨勢 還有這一個站 近幾年異君突起 以南溪商圈來說的話 它其實相對之下 其實並不遜色像是 中校東區或是說新一區 因為其實南溪商圈 它的腹地比較小 它大致上就是靠所謂的 百貨商場來去做 它整體腹地上面的商機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就會發現說 這樣子比較聚集的 這些商業的效果性 這個人潮的聚集性 其實相對之下 會比起腹地比較大的其他區域 來得更容易創造出來 這樣子的這個商業上面的 盈餘的價值 以及推升它這個商業上面的 這個績效的發展 消費力更是越來越驚人 在過去中山站附近 是汽車材料的老街區 隨著捷運發展 同樣的一出站就開始逛 地下街再加上近幾年百貨進駐 周邊店家從第一大類的青石店 沒法沙龍 再到文青小店 沒走幾步都能逛 根據統計 40歲以下的人潮就是這裡最多 結構越來越年輕化 甚至中山站是唯一30歲以下 比例將近20%的站 捷運沿線隨著時間 還有政府推行的公共建設 有了不同面貌 更有自己的指標性跟特色 讓這個貫穿雙北的大眾運輸 不只是工具而已 還連結了城市的經濟發展 TVB新聞中的容秀輪 台北採訪報了 而每個人多少都有過負帳的經驗 單純一點的原因 可能是消化不良可以吃清淡一些 但腸胃科醫師提醒 食道癌 胃癌 胰臟癌 也可能會引發腹脹 如果有合併其他症狀 務必要就醫檢查 腹痛腹部脹氣容易覺得飽 是我們國人生活中常見的困擾 有些人可能因為上一餐吃的比較飽 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 有的人卻容易吃一點東西 舊脹氣或是常常復發 導致進食量下降 影響睡眠品質 對生活帶來許多困擾 其實腹部脹氣可以分為 食質阻塞性或是功能性 食質性的胃腸道阻塞的成因 包含腫瘤阻塞 腸沾黏或是腸扭轉 需要經由醫師診斷確診 而功能性的腹脹則大部分 是因為過多的腸胃道氣體所導致 平常腸胃道大概可以容納200cc左右的空氣 身體會透過打嗝或放屁的方式 把多餘的氣體排放掉 超過一定的量沒有即時排除 就會產生腹脹的不適感 一時吃太多的時候 也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消化的完 另外食物本身高油高糖 以及高澱粉的食物 也容易產生胃腸脹氣的情況 所以我就會建議我的病人吃得稍微清淡一點 以及不要吃太飽 特別是高齡長者 我會建議只要吃七分飽就好 飲食過後也不要立刻坐下 或者是彎腰或者是說平躺 容易造成腹部的擠壓 影響到消化的順暢度 注意不要有便祕的狀況 這些都有助於幫助腹脹的環節 適度腹部的按摩是必要的 可能只是單純的 只是食物消化不良 所造成的腹脹 其他造成腹脹的原因 有可能是你腸胃道發炎 其他藥物造成的一些副作用 其他造成腹脹的原因 有可能是死到癌 胃癌 甚至是胰臟癌造成的原因 所以對一個腸胃科醫師來講 患者到門診 是因為腹脹原因來求診 他其實要考量的因素有非常多 消化到脹氣的最大 有三個大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吃進來 第二個就是消化不良 第三個就是沒有排出去 那吃進來最多的原因 我們常見到高油高糖的飲食 或是吃一些比較難消化的東西 但另外常吃的時候 你在吃口香糖 在喝碳酸飲料 它會產氣產很多 是一些玉米澱粉或素薯澱粉 那種製成的像肉圓的皮 水晶角的皮 這些都要著亮的一個使用 在這個氣泡類的一個飲料部分 其實容易也造成這個 像碳酸飲料或是氣泡水 或者是這個氮氣咖啡 它本身就是裡面有一些氣體的成分 那這個過量一個攝取容易造成脹氣 舉例來說 吃飯時又高痰擴潤 容易把空氣順帶進入體內 可透過細嚼慢驗 及專心用餐來改善 另外飲食的種類 如果蛋白質或油脂類含量比較高 消化時間會比較多 也會容易脹氣 可以藉由我們避開 所謂的精子類飲食 或者是調整高油脂 高蛋白類的飲食的量 來做一個調整的部分 也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 最後一個部分 當然消化的這個過程當中 除了我們的食物之外 再來就是我們消化到裡面的 腸內細菌的種類 這個也會稍微影響 整體的消化功能 以及產氣的量 如果即使服藥物之後 還無法達到消除脹氣的情況 也千萬不要忽略一些 潛在嚴重的疾病 比方像胃潰瘍 胃食道滤流 食而止腸潰瘍 甚至大腸的一些問題 都有可能產生脹氣的 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甚至像膽結石或胰臟的問題 也有可能產生胃腸脹氣的情況 所以這些情況千萬不要忽略 在腸道裡面有很多的維生態 就我們叫腸道維生態 那腸道維生態裡面有好菌跟壞菌 當你壞菌比較多 或容易產脊菌比較多的時候 你又豎變 又沒有常常排好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很多的氣體產生 醫師提醒 經常感覺到腹脹的人 近時要細嚼慢咽 不可邊吃飯邊講話 務必要保持良好的運動習慣 養成定時排便的作息 降低疾病發生率 TVBS新聞張正安 忠德榮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